今天要学习用韩语怎么说 传话或提供信息的时候可以使用的这些表现 今天要下学 今天要进去台湾 今天要进去台湾 很舒服 很舒服 三十分钟后公交车要来 三十分钟后 不吃饭 밥 안 먹는다네 먹는다네요 먹는답니다 第一个要学习 今天要下雪 눈 온다네 온다네요 很多朋友问我福山经常下雪吗 很可惜这里都不会下大雪 万一下大雪 整个城市都会有交通大乱 因为这里的很多司机都不会准备 雪地台 再说很多住宅区都位于山坡上 所以一旦下大雪 很多公交车都不能开往那些位于山坡上的住宅区 那么我们一起学习今天的内容 오늘是今天的意思 오늘 오늘 各位亲眼 오늘 오늘 再来一遍 오늘 눈 是学的意思 눈 눈 各位亲眼 눈 再来一遍 눈 눈 是听说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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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的意思 那我一致呢 那我一致呢 我看你 再来吧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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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起去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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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den made up on dene yo ON den mi da 再来一遍 on dene yo on dene yo ON den me da 第二个要学习 明天要去首尔 내일 서울 간단해 간단해요 간단합니다 내일 서울 간단해 간단해요 간단합니다 这个句子里面要去首尔的主体是你的童年辈、晚辈、手下、布下等等 如果主体是年长者的话就不能使用这个句子 那么跟我们学习今天的内容 내일是明天的意思 每一跟我一起念 每一 再來變 每一 서울 是首尔的意思 서울 跟我一起念 서울 再來變 서울 是听说要去的意思 各位请愿 再来一遍 那么全部一起来 明天就是 明天就是 明天 obrigado 每일 서울 간단해 간단해요 간단니다 再來一遍 每일 서울 간단해 간단해요 간단니다 第三個 要學習 30分鐘後公交車要來 30分後 Bus 温單해 温單해요 温單니다 30分後 Bus 温單해 温單해요 温單니다 30分後是30分鐘後的意思 30分後 30分後 跟我一起唸 30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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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是公共汽車 巴士的意思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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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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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直加起来 30分后 버스 온다네 온다네요 온답니다 30分后 버스 온다네 온다네요 온답니다 各位 치면 30分后 버스 온다네 온다네요 온답니다 30分后 버스 온다네 온다네요 온답니다 再来一遍 30分后 버스 온다네 온다네요 온다네요 온답니다 第四个 要学习 不出饭 밥 안 먹는다네 먹는다네요 먹는다네요 먹는답니다 밥 안 먹는다네 먹는다네요 먹는다네요 먹는답니다 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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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곧이 치낸 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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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是不的意思 an 各位情言 an 再来一遍 an 먹는다네 먹는다네요 먹는답니다 是听说 吃的意思 먹는다네 먹는다네요 是吃的开装 和大家一起聊 только吃的 会吃的 是吃的 吃的 是吃的 mem能量 嚕嚕嚕嚕 結實是 Что с欲しい善い? 밥 안 먹는다니? 먹는다니요? 먹는답니다 밥 안 먹는다니? 먹는다니요? 먹는답니다 跟我一起인 밥阿먹는다 네? 먹는다 네요? 먹는답니다 밥阿먹는다 네? 먹는다 네요? 먹는답니다 잘해便 밥 안 먹는다 네? 먹는다 네요? 今天的旅游韩语到此结束了 下次再会 谢谢 这里是韩国福山广安里 감사합니다